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香港今天是新增4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當中7宗是輸入性個案 36宗屬於本地感染 當中還有13宗是源頭不明 另外還有超過60人是初步確診 張竹君就形容 香港現時已經無可置疑地進入第四波疫情 而其中灣仔的跳舞群組個案再增加21人 累計達到32人染疫 認為跳舞群組當中可能出現超級傳播情況 而一眾的患者過去也曾經去過14間跳舞會所 食衛局稍後將會發出強制檢測的公告 凡於今個月1號之後去過這14間會所的人士 無論學生還是老師 必須在今個月24號之前進行病毒檢測 而另一方面 特區政府今早就已經表示指示及指名刊獻 以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措施包括在酒吧或酒館等的餐飲處所 以及夜店夜總會內不得進行現場表演及跳舞活動 另外Party Room等所有設置公租用舉行社交聚會的處所必須關閉 有關措施將會在明天零時零分至下星期四生效 為例者最高可儲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價 而另一方面 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原定在明天開始開展 但是香港的第四波疫情爆發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今日下午緊急會見傳媒 宣佈原定明天啟動的新加坡和香港的旅遊氣泡 將會順延兩個星期 接下來一系列驚喜的消息 首先因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而即時喪失議員資格的郭榮鏗 接受NOW TV的專訪 宣佈會退出政券 認為議會式的政治不復再 自己也不可能再有發展 回顧去信美國要求制裁 他就指人生如期落子無悔 前特首梁鄭先生評論說到 郭榮鏗不是其手 而是甘心做美西國家的棋子 又一個宣佈退出政券 又一個枉廢山姆叔叔的食心栽培 而另一方面 郭榮鏗還表示 他並非乾兒子 證明這一個是改錯 我一向都是溫和派這樣說的 梁鄭先生評論說到 郭榮鏗和絕大多數公民黨的成員一樣 以為是身為大律師 以為英語特別厲害 就懂得國際政治 其實通通都只是初歌 結果是被外國人吸收了 郭榮鏗溫和嗎 歷史上不少賣國策表面上都是溫文語雅的 郭榮鏗絕不溫和 梁鄭先生還說到 郭榮鏗退出政券 說明他們所謂的口號等於口水 兄弟爬山等於大難臨頭各自非 我們真心和那些在監倉裡面坐著暴動的那些傻子 不是那些黃絲手足說一聲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永不割席 不過我們看另一方面 明報有報導 港澳辦早前特別讚揚 有被標籤為反對派的議員 沒有被綁上這個總辭的戰車 陳佩妍就說 咦?這麼大件事? 我是反對派來的嗎? 前特首梁鄭先生就評論說到 看來立法會裡面的反對派議員 又減少一半了 由兩個變成一個 剩下鄭松泰一個因 真是不怪得今早街市買蕭肉的大叔 一開口就說 梁先生 現在真是天下太平了 手足看不看到? 不割席 沒有割席 我跟你由頭到尾都是兩樣東西 兩批人來的 我跟你由頭到尾都不是兄弟爬山 認清現實 當大家看完這些攬炒派 雞飛狗走之餘 今天還有好消息 國安處出手捉黑金 網台主持人傑斯 和妻子曾碧雲 和助手李保麗 今早被警方的國安處拘捕 據悉是和他所發起的 千個爸媽台灣助學的籌款計劃有關 這個計劃資助逃亡到台灣人士 涉嫌洗黑錢及資助分裂國家 消息指有人透過這個計劃籌超過千萬港元 其中更動用大約六百多萬港元投資股票 據悉其台灣的對口單位屬於台獨組織 警方表示 留意到至今年二月下旬 就有人在他的社交平台發起眾籌活動 聲稱籌得的款項會用作支援因示威來港人士 並且提供其銀行戶口的資料 用作收款用途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人員經過深入調查之後 懷疑有人非法挪用及處理部分的款項 並且資助主張分裂國家活動的人和組織 首先是看到眾籌人士如何額外賺錢 例如眾籌近千萬 六百萬港元去買股票 其實他眾籌的時候沒有跟別人說過 眾籌回來的錢是怎樣用的 或者會不會先拿去投資 投資了賺到錢回來 那怎麼算 當然是他吃光了 他一開始都不想跟你說 不要說買股票會不會大上大落 老實說一句 他眾籌一千萬回來 他就算是買正常的投資 普通的回報率幾厘 他一年都多幾十萬 你看看那些升火 那些斷憶計的 其實幾厘一年就是幾百萬 那這些錢 是不是又cap了給他們呢 當然 人家從頭到尾都不會公開 他們真正使用的錢的方式 給你知道的 所以是連本金都吃了你 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們的支持者還留言說 捐錢助學都是洗黑錢 那我以後就不捐給中國山區的小朋友讀書 千萬不要說我不愛國 那我首先想說 你捐不捐錢給山區小朋友讀書 就愛不愛國 就不涉及犯不犯法的 但是洗黑錢就犯法的 所以沒有人care你捐不捐錢給山區小朋友 有人care你是不是洗黑錢的意思 第二件事 你就想說成捐錢助學都可以叫成洗黑錢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對的 你們將洗黑錢都可以叫成捐錢助學 包裝成捐錢助學 其實是很合理很make sense的 因為你們殺人放火燒人那些 都可以包裝成和平示威 我被人打 拿刀捅人搖頸那些 你看不看到 捐錢助學是你們的包裝 實際上你們在分裂國家 資助那些叛國者 認清現實呢 好啦 接下來我們看看一些外國消息 近日Microsoft的Bill Gates 就在節目當中表示 美國的新冠死亡病例近期減少 是因為目前感染的很多都是年輕人 再者有一些新藥被證明有效 而接下來六至八個月 大部分都會是壞消息 他預計未來幾個月 單日死亡人數將會回升到二千多人 直到疫苗出現 才會真正見到隧道盡頭的光明 而在下則的消息 綜合多間的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 約見了多名密歇根州的共和黨議員 試圖爭取他們的支持 去顛覆密歇根州的選舉結果 但是該州的州議會共和黨領袖 都表示將會遵循選舉程序任命 這個選舉人 不會改變這個選舉結果 而隨著特朗普在各州的嘗試都截廉受挫 他的翻盤前景開始不被看好 越來越多的共和黨的人都開始接受現實 他們批評特朗普到處去起訴 卻拿不出證據出來 希望特朗普接受現實 這裏補充少少 正如之前所說 美國實際上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當中隔著一層 叫做選舉人 而那些選舉人 是在另一個日子 去真正進行聯邦政府的投票 選出他們的總統 而這個選舉人 甚至乎是可以不遵循 他們投他出來的選民的意向 所以你看到特朗普是嘗試去拆反 這些被選出來的民意 是投給拜登的 他想扭轉這個話事人 從而投給特朗普 結果都是失敗 我覺得核心結果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群選舉人 都是向資本服務的 所以今天資本不想要特朗普 特朗普叫這些拆反選舉人 都是不現實的 講到這裏 有些人我看到會問 Simon 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是否傾向支持特朗普 我很簡單回應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 包括我們的所有觀眾 沒有必要特別去支持哪一個 當然除非你是美國觀眾 我們沒有必要支持哪一個 老實說 我們阻止不了對方繼續攻擊我們 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只剩下我們未來 將會是看一場老人痴呆的發生 還是看一個痴線老闆的發生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最大的分別 其他東西改變不了 特朗普說回來 拆反選舉人失敗 未來到底是否已經下一步 就是國民警衛軍和軍隊呢 他們又會不會為資本服務呢 這一個就是大家覺得 特朗普會不會繼續堅持他的道路 好了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